这不是一个流吗对不对 然后注意这个流的数据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做这个事 需要先将流的数据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把字符串 丢给这个JsonObject 所以我们怎么转换那个字符串来的 你看你不是拿了这个流了吗 你就可以跟我们早上一样 我们早上是不是写过一个Stream 是不是写过一个Stream2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再重新再来一遍 好 怎么做呢 Stream Stream 2.decodeStream 我们把这个InputStream丢进来 然后这里返回一个 就是Value 我们把这个Value再丢给这个JsonObject就可以了 那好 然后我们首先创建一个这样的工具类吧 YouTools 好 然后呢 Decode Stream 对吧 将流解析成什么样 字符串 解析成字符串 那首先是不是来一个Boss Battery Array Alt PrtoStream 好注意一下大家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熟悉 它是一个底层牛听明白吗 底层牛 因为我们说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字节啊 Boss Boss 等于 你有一个Battery Alt PrtoStream 出发了 好 然后呢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再搞一个IntLens等于0 然后呢 Byte Bof 等于 你有一个Byte 数组 1024 对吧 然后呢 While Lens等于 In点 Read 读到这个Buffer里边去 然后呢 只要 没有读到结尾 是不是大影响 然后怎么样 Boss 点 Right Buffer 0 到Lens 这么长 然后呢 所有的数据最终循环完成 是不是都到这个Boss里边去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有一场Pow一下 对吧 然后呢 最后再Return这个Boss 数据是不是已经到这里边 我们把它转换成一个Stream 就可以了 能明白 好 那这个时候再回到这里 这是把这个数据丢给了这个基层Object 好 那注意 这个Object就代表着 当前的这个 城市 访问的时候 返回了这个城市的数据了 能明白吗 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来格式化一下 百度 基层数据格式化 走 Ctrl-A C Window加R Notify 是不是这样 好 注意 等一下 你看 整个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个Json的对象 所以 你这里了 你把这个字符串 你把这个字符串 对这个那个字符串 字符串丢给这里 那这个Object就代表着这个Json的对象 明白吗 的呀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返回这个数据的时候 注意 你再来看啊 我之前输入深圳的确看到了这个天气的信息吧 那我现在要输一个其他人 我问你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城市 没有 你再回车 你看到是什么 注意 来 你看一下 这个数据跟之前的不一样 如果你输入的城市是有效的 那这个DESC 它返回的是一个OK吧 如果你输入的城市是无效的 它返回的是什么 叫Invalid 什么CTK吧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OK 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信息就没找到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写 注意 这是那个Object 我们Object的既然代表了整个对象 我一 Gite的话 是不是根据这个Key就可以拿了这个Key对应的这个Value值了 所以我就这样写了 OBG点 Gite 对 Jason的API 它非常灵活 如果你这里边某一个Key 对应这个Value值是一个字不创 那么你就Gite是军 如果你某一个Key对应的是一个 你看 这个Key对应的这个值是一个什么值 是不是就是一个Jason的对象了 那么你就Gite Jason OBG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那所以我们当前这个Gite DES 最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这部串吧 所以我就写Gite Stream 我把这个Key传进来 这个Key就是D1 最区分大 而且DES 就拿到了这个 叫什么呀 DES Value 行不行 那这个值可能有多个吧 你看 有可能是OK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Invalid CT Key 对不对 那如果是OK 说明才有这个程式的清理信息吧 如果不是OK了 说明就无效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又可以去判断 if OK 点Equals 这个DES Value 说明是不是找到了 else 说明 程式 信息 错误 对不对 就是无效的 程式嘛 对吧 好 那我们走到下边 我们一会儿再写 来看一下 OK的话 OK 那你 继续得Gite怎么样 大家 注意 它整个数据是这样的 你 外边这个OBG 是不是代表了整个对象 那你GiteDES 就拿到OK GiteDate 就拿到了 这是一个基层的对象 吧 大家 是不是 所以你来 你进一步 OBG点 Gite 对 这一次 如果你GiteDate 这拿的是一个什么 是对象 所以你就这里 你看一下 Gite什么 基层Object 看见到没有 所以我就 把Date传进来 这就拿到了一个基层的 叫Date OBG 能不能看见 好 拿到这个Date OBG之后 注意 继续看 这个Date里边 又有一个什么 温度 是不是27 感冒指数 是不是这个 然后Forecast Forecast 如果你 注意 这个DateObject 是不是代表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大块 到下面 这个大块 那你看一下 如果把我要Gite Forecast 这Gite是一个什么 是个宿主 所以我拿了这个Date OBG 我点 Gite的时候 你看有没有Gite 基层Area 有 这就拿的是一个宿主了 我传什么呢 传 Forecast 进来 就拿的是一个基层的宿主了 Forecast 基层 叫Forecast Array 是不是在这 这是获得 怎么样 获得预报的 什么 预报的 数 Gite身宿主 对象 好 注意 拿到这个 Gite身宿主 对象了之后 你再来看 注意 在基层的宿主里边 这是不是第一个元素 这是不是第二个元素 这是不是第三个元素 那你就可以这样了 你宿主宿主 我们一般访问 是通过什么访问的 是通过脚标吧 那你拿到这个宿 这是一个宿主了 你紧急了就可以这样了 点 Gite什么呢 Giteindex 明白 还可以注意 Giteindex 如果你传的 你直接传了一个0进来 那这里返回的是object 返回又是个对象 但如果你明确 你返回的就是个质物票 你可以Gite stream 听明白 没有 好就这个意思 那非常灵活的 我们Giteindex 我们Giteindex 你Giteindex 你Giteindex 就拿到了什么 就拿到了这个部分的数据 听明白吧 那你Gite1就拿到这个部分的数据 Gite2就拿到这个部分的数据 那你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对应的是星期三的天气信息 这对应的是星期四 这个对应的是星期五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开始早上 我们在写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说到我们显示几天的信息 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显示三天的信息 第一天的 第二天的 第三天的 所以我这里Gite的时候 我就只Gite3天的 可以吧 好 为了让大家的确看到 看到啊 就是这个数据的确解析到了 怎么办 我的第二把 我Gite 对 Gite之后啊 VL VL1 我们这里 SOSO一把 VL 行不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 的确找到了 好 现在去启动一下啊 这个模拟器 我们启动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让Ice 然后呢 把不成功关键给关掉 好 大家注意 我们一点击 如果在这个空材里边的确打印了第一天的信息 是不是就正确了 好 我们点一下 我们输入一下什么呢 深圳对不对 好 输入深圳 那我们这里呢 也搞一点 我打印这个 行不行 好 重新再来啊 好 重新再来 深圳对不对啊 好 注意 你现在是不是要输入中文的深圳啊 你这样直接 你看我不管怎么调输入法都不行 注意 是因为你当前这里边 是英文的输入法 没有没有 你要点一下这里 注意啊 你看我怎么搞的啊 你看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左上边是没有出现这个的 但是你一旦选择这个之后啊 他在 就蹦出来一个这个 没有没有 你可以去选择输入法 选择输入法 那我们选择什么呢 你看有没有中文的输入法了呀 没有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点这个 点这个时候 你看下边是不是有个谷歌拼音输入法呀 我一点 然后点击退出 好 这个时候我再点 再点 你看是不是就有了 好 这个时候来 你去点击 深圳 明白了没有 好 你一点击深圳 是不是就传进来啊 我们点击查询 看有吗 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挂了 注意 的确就是挂了 听明白吧 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 这问题实际上很好想啊 你要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输入的 是不是个深圳啊 这家 我输入个上海 这次 你要看 你输入个上海 是不是 就查看到上海的信息啊 但是你要注意 我把这个Ctrl C下来 注意我Ctrl C了啊 我把它放到 IE浏览器里边 能想明白吗 这是经过什么而来的 URL编码吧 我们有没有URL编码过呀 我们的代码里边 有没有URL编码过呀 你输入了深圳 深圳是不是就传了 再来的 你并没有让它变成 这种百分号的形式 听明白吗 就导致了这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